你們好 我是Ari 現在是我自己一個人的時間在東京亂話 剛好我有一些東西想要買 所以我現在在秋葉原的Yodobashi電氣行 就是我身後這一間 那日本它有三大電氣行 分別是Yodobashi Big Camera 還有Yamada Denki 我自己覺得 Yodobashi跟Big Camera其實差不多 它哪一家比較便宜 其實是看說 他們做活動的檔期不太一樣 但是Yamada Denki的話 它比較專攻在一些家電的用品 但是我現在是要買攝影的一般電子配備 我自己是覺得Yodobashi跟Big Camera差不多 哇 禮拜一下午還是人這麼多 反正我就順便買東西嘛 就帶你們順便進去逛一下 一樓的話比較多是像是電話手機平板之類的 還有很多通訊行 所以我自己在考慮 要買iPhoneXX還是 要買Mac還是一般的就好 可是 有人買Mac會不會覺得 會不會覺得一隻手沒有辦法拿 好像也太大喔 但是在日本買iPhone有個缺點 就是他們為了要避免那個 色狼 就是變態 所以他們的iPhone在拍照的時候 會有很大聲的咔嚓 我自己是很討厭那個咔嚓聲啦 那我現在在的是二樓 二樓的話應該是 有在玩電腦的人會喜歡的 就有賣很多3C用品 顯示卡啊 主機板啊 藍牙音響啊 我發現我可能需要直播的麥克風 我來找找看好了 因為我最近不是都會直播 因為 通常啦 通常如果不是台灣製的話 通常 就算是 外國的牌子 在日本的這個地方買 還是會比較便宜 你們看它上面都有標誌6啊 是 這種滑鼠類型的 然後7、8 所以如果你們找到想要的話 就直接往這裡面看 就會整個 像是Keyboard 這邊都是Keyboard 整排 所以我現在要找的是直播麥克風 但是我沒有在上面看到 而且 我覺得現在 這堆圓太大了 這裡真的太大了 我現在有點眼花瞭亂 所以 喔 我 我找人問好了 我要找這個 不好意思 麥克風是哪裡呢? 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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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克風是嗎? 麥克風是嗎? 4階 4階 謝謝 原來在第4層 他剛才說我的麥克風在4樓 不過我要先去3樓的家店 買那個 Panasonic的吹風機 因為超好笑的是 那是我媽的 然後我上次把他帶去韓國的時候弄壞了 因為日本跟台灣的電壓都是110 但是韓國是220 所以 我那時候沒有特別注意到這點 我就直接在韓國用 結果他就燒壞了 我媽特別交代我這次來日本 一定要再幫他買一個回去 所以3樓是家店 啊我看到我的腳架 我媽這樣畫了 你看這個抓別的腳架 這個在日本賣1萬1 可是我那時候有點趕著要用 你們知道我在韓國買多少錢嗎? 我在韓國買了 5800台幣 我還有放在我限時動態 在這邊買3000塊 我現在有點眼神暈倒了 好痛苦 好痛苦 所以我現在是不是 應該要在這邊多買幾台回去 這個是2000多塊台幣 我覺得我好像要一個這個 不對我到底需不需要 不行不行不要衝動購物 我再想一下我再想一下 因為 我先找我媽要的那個 吹風機 馬上看到我要的吹風機系列 就是這一台 我之前把它弄壞的就是這個 可是它現在好像已經不是NA98了 現在最新版本的叫做NA9A 然後記得我們在買的時候 一定要買那個有國際通用 就是電幅110到240的 因為我之前就是買 只有110的 結果帶出國就燒壞了 好我現在看一下 這個東西是國際電圖的 不是國際電圖的 不是國際電圖的嗎? 不是國際電圖的 這個 不是國際電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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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國際電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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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 不對不對不對 它剛才跟我說性能一樣 但是我發現價格差很多欸 為什麼我買日本的這樣子是 17,600 然後我要買海外的 瞬間變成 26,600 我為了 我為了一個電壓 我要多花1萬塊日幣 等於多花 3000塊台幣嗎? 等下等下等下 我跟他說我要那一個 他就給我這個券 欸我覺得我現在超級選擇困難的 他下面那個多1萬塊 不只是國際的電壓 而且還有 海外保修 就是 然後我買上面的很便宜 可是他就是一個水貨 沒有保固的概念 啊等下等下 頭好痛 我現在頭好痛 可是差了3000塊台幣 真的是究極選擇障礙 天啊我們先不要激動 我們先不要激動 我先上去看一下我的 直播的麥克風 他剛剛店員說在4樓 如果剛才看著覺得我需要東西全部都買的話 我應該會在這邊砸了10萬 太可怕了 回不了台灣了 回不了台灣 現在4樓一上來就 一堆大電視 其實大型的家電我還真的有看過有人扛回去 因為像 Big Camera Yodobashi 他們其實都有 就是直接幫你送到雨田或者是成田機場的這樣的服務 所以是不用再扛回飯店的那一種 這邊跟音響配備有關的都在這裡 從上來沒多久馬上看到我要的麥克風 麥克風的日文是麥克風 我原本一直講麥克風 麥克風 難怪他好像我聽不太懂 我眼睛都亮了 就是這種 就是這些這種可以放在桌上收音的 好開心喔 搞不好可以當我訪談用的麥克風 就直接架在桌子上那一種 這樣也要一萬五天啊 為什麼當個Youtuber這麼花錢啊 賺不賺得回來啊 其實我發現比起直播麥克風 我好像需要一個這個 這個就是麥克風的Receiver 然後這邊可以接一個兩個麥克風 然後就可以開始錄音了 主要是因為我跟老爸上次拍感情系列的訪談 就是在他的Solo店邊吃邊聊 可是那個時候我用手機錄跟相機錄 那個聲音都差到不行 就我一定需要有個在這裡的麥克風 但是他一台要三萬多塊日幣 等於快要一萬台幣 差不多七八千吧 就我現在就是 現在先想一想 先想一想 我還不太確定我是不是應該要現在就upgrade到這個level 不然就可能說以後不要找Solo店拍訪談之類的 因為我剛才看的我需要買的那幾個 其實都是蠻大的錢 所以我覺得我回去還要再想一下 那剛好我今天就把這些價格還有價差的資訊 也都在這一集照給你們看 所以如果說你們有想要買一些比較高價的電器用品 不管是在日本製的或是國外製的 其實都可以上網搜尋一下日本的價格 你們可以再來決定說要來日本買 還是在台灣買就可以了 我回去再慢慢考慮一下我這次的購物清單 我這次的一起逛日本電器行 油多巴西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我這一集的影片 因為我之後應該會更常來日本 就是來往日韓 拍攝更多不同內容的題材給你們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們很快下個影片見 掰掰 掰掰